本期话题 延长射精的锻炼方法有哪些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秘妙外科主任医师 大概我们常使用的 一个来说我们叫性感集中训练 咱们叫做系统脱敏 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社会上也在到处宣传 实际上来说就是说是你两个人多相处 从感情上从肉体上给你一个适应期 我们性感集中训练一般来说我们分三个阶段 比如说第一个阶段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可以裸体聊天 但是不互相触摸 第二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可以互相触摸 但是我们不做插入 那第三个阶段我们才是在做插入 大概就这么一周作为一个阶段 这些东西可以重复 另外来说我们进入阴道以后呢 我们也有两种 一个叫动停 比如说我动上几下 如果我感觉我有色经的敏感性的话 我就再把它停下来 休息一下 完了再这样动 叫动停治疗 这是阴道以内 没有电 Iya 没有电 hijos 没有电 со通知 season 一对 还有电击 不能是 的 有电击 有电击 没有电击 有电击 有电击 有电击